先有果子后有天,你只牙膏挤一年,你把苹果当朋友,苹果把你当渊总,以到28G卖8000,60赫兹能上天。 经过研发团队一年来的不断努力,这款安凤15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突破,首先是升级了独一无二的序列号和采用了极为先进的Type-C接口,其次是将老掉牙的静音波片按键换成了按钮按键。 对于此次的重大升级,完全在罗老师的意料之内。 关于配色方面,设计师们更是绞尽脑汁,直到有一天看到老婆给自己买的内裤。 这次的苹果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小功能,如果你在蹲厕所,他会建议你看相册,如果你在坐高铁,他会建议你看风景,甚至如果你和朋友在地下广场吃饭,他还能帮你省钱,让你远离网络,享受自由。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表示,128级卖8000,是不是太贵了? 哪里贵先生随即接话道, 哪里贵了?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,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。 有的是找找自己原因,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,有没有认证工作? 听到这话,麦克阿瑟心中也有了答案。 华为苹果都是很棒的产品,华为我推荐Mate60 Pro,苹果我推荐陕西洪福市,当然阿克苏的冰糖心也不错。 此话一出,迅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议论,那么对此你会怎么选择?